我本身不爱排队 所以就是不会想要跟着排 我看到药局很多人就不会想跟着去 实名制上路口罩还是一照难求 每天大牌长龙 药局索性发放号码牌 号码牌与口罩现领现买 还不担心 但如果领了号码牌 没马上买不留健保卡登记 这中间的购买时间差 就有人质疑了 不够公开透明 口罩被私吞了怎么办 有时候说实在了还被误解说 你是不是私底下暗藏 基本上发号码牌的确是一个好方法 但是人性的部分 我们系统面比较难够可以去顾及到 但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开放系统 可以去多登录这件事情是7点 那我们怕说钥匙可能预先收了卡片 然后在晚间可能去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们每天系统准时点在晚上的时候 会把它关起来 所以在这个区间差可以去做贩售 可以去做库存的修改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还是没有办法做的 号码牌之外还有民众发现 点开疾管夹系统查询 线上显示明明还有口罩 到了现场问 拍赛卖完了 其实对我们钥区造成蛮大的困扰 有时候明明就是说已经都发完了 可是那个某一些网站上 卖我们还有二十几个 然后造成民众的一个白跑一趟 六号上线的时候 其实系统面还没有真正让钥匙 可以查到库存量 那所以那钥匙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很准确的把库存量给key在里面 那所以有很多状况会造成是说 库存量大爆增 那因为在系统面他没有办法去维护 这个的正确数 那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我们去开发好 可以让钥匙去做 他的库存量的修正 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又另外开发了 请钥匙能够在他开枕的那个 有个画面呢 去维护说 里面去敲他一天 他在哪个时间点去做 号码牌的发放 占保署说系统已升级 那线上数目真的准确了吗 14号晚间记者点开系统查询 找一间还剩下9个成人口罩的药局 打电话过去 喂 又吉 喂 你还有请问 还有成人口罩吗 很可爱 我们是早上就8号码牌了 没有的就没有了 可是我网络上看到还有9片 人家号码牌拿手 下班才会来领啊 看来线上数目还是只能当参考用 民众可能要多辛苦一点 出发前多打通电话问一下 以免白跑一趟 都没有了吗 那边的话